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83分利亚伯恩斯来到二大平 直进休息后 沿着个胜一局的节奏进行 伯恩斯亮度领先后第八局梁文博打出单杆130分破百 比分局成4比4平 关键第九局伯恩斯林敲碎打 其实1-0胜出拿到赛点 此后第十局梁文博没能再度追平比分 率先上手下没能一改制胜 伯恩斯林敲碎打拿下这局后 6-4爆了将梁文博淘派出局 香港名将傅家军近期状态低迷 在国锦赛首轮遭遇强低系金森 比赛开局阶段期金森表现出色 首局单杆81分 拿下随后林敲碎打 拿下第二局2-0领先 傅家军88-0胜出第三局后 第四局傅家军完成单杆破百 随后连得60分 拿下第五局3-2反超 此后西金森林续两局单杆至身4比再度领先 傅家军拿下第八局后4-4平 关键第九局傅家军完成本场第二杆破百拿到赛点 第十局西金森连得78分完就赛点5-5平 决胜局中 傅家军顶住压力 连得52分超分至胜 纵分6-5决杀平静国锦赛第二轮 特鲁姆普是北京国锦赛的度贯热门之一 在正赛首轮上与老蒋迈克莱鲁斯 比赛递上来特鲁姆普就给了对手一个下马威 刚刚92分拿下手之后 第二局中51-44赢了缠斗胜利 2-0领先 第三局依旧是特鲁姆普掌控局面 68-15超分打下这局 随后第四局打出单杆123分破败 4-0领先 直进休息后 迈克莱鲁斯依旧不见起色 特鲁姆普林敲碎打赛连胜两局 最终6-0凤淘汰迈克莱鲁斯 挺进郭锦赛第二轮 小将罗洪浩不久前英格兰赛曾又闯进八强的表现 郭锦赛首轮遭遇实力强劲的霍尔特 比赛首局开始就进入到对攻大战 罗洪浩连得53分打下首局 随后霍尔特完成两杆破败 其中包括一杆140分 连胜4局4比1领先 罗洪浩随后展开反击 回进一杆破败两杆50加 连追三局来到4-4平 霍尔特胜出关键第九局拿到赛点 此后第十局霍尔特完成本场第三杆破败 6-4淘汰罗洪浩晶级 下午炒其他比赛中 伊朗选手瓦菲完成单杆130加大号破败 6-3淘汰多特晶级 吉米罗伯逊和福德各自完成两杆破败 福德6-3获胜晶级次 为老加尼尔金斯6比2淘汰近期表现出色的泰国选手 桑凯姆黄野之城